八字的准度 很多人在学习八字的时候 总是他对八字的准度 他抱持着一个问题 他认为八字应该是神术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 我在学习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八字的准度 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这一种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时常会看案例 这种案例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案例通常都是怎样 用你已知的事实来学习 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学套命 你在学套命 不知道 你以为你在学批命 实际上你是在套命 所以你看网路上的影片 你会发现到每个人都非常准 你看书上的案例 每个人分析的都跟神一样 你学习了以后 你实际的去找人批命 李生言你好 你实际的去找人批命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 为什么 我错误连连 我算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在学习的时候 是已经知道结果 来分析 但是你在批命的时候 是不知道情况要批出来 美美美子 你好 所以这两个其实不一样 当这两个不一样的时候 当然八字的准度就出来了 所以 真正有在帮人家算命的 他都会跟学八字的人讲 其实八字的准度 假如有七成 非常非常厉害 可是你们在学习的时候 你们都会发现 书上讲的几乎100% 影片也都是100% 为什么我在批的时候 就是没有100% 而且准度还非常的不准 这时候就会开始怀疑 怀疑什么 你不是怀疑八字有问题 你是怀疑 你自己的资质不够 所以无法参透这一门学术 其实并不是 老师在教你的时候 你们跟老师学 老师在教你的时候 都是拿他 背的滚瓜烂熟的那一种案例 他当然分析出来 头头是道 可是在我的学生里面 他跟了一个老师学 中级班 初级班 高级班 就这样子学完 就这样子一直学 他就碰到一个问题 他就把八字拿去问他老师 老师这个八字是怎样 老师当然就这样子分析 分析完以后 学生就跟他讲老师不是这样 结果老师就跟他讲一句话 这个就是特殊格局 各位 这个就是特殊格局 就这样处理掉了 所以当时候他们学生 学生一起学习的时候 就在那边研究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在之前就有说过 他们讨论出一个非常奇葩的结论 教主 用神过往会变忌神 那忌神过往自然就变用神 因为 他们当时候 就讨论出这一种东西 用神过往变忌神 忌神过往变用神 而且他们还很开心 我找到了 这个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 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他手机里面 特殊格局的八字越来越多 就来找我学八字 当来找我学八字的时候 我说把八字拿出来 我们来批吧 各位 我教八字是叫学生拿八字 不是我拿我的 我的八字我当然清楚 拿你们认识人的八字过来 结果 他就把他手机里面的特殊格局 全部一个一个拿出来 就在那边批 批 批到最后 老师他跑了 没有 我就问他一件事 有没有一个很特殊 他就跟我摇摇头 老师没有 没有一个很特殊 全部都是照着五行生克来 各位 这个就是在学习的时候 一个盲点 老师用已知的东西 要来推论他是什么情况 当然 已知的东西你可以套 但是我们是要来预测未来 这时候就完全不行 所以 你就准备要用一大堆 什么特殊格局 什么样的特殊解法来解释 问题有那么多特殊解法吗 在五行派 才不管你这个东西 五行派一切都以五行流通为准 然后五行派 他也不是追求准度 我跟各位讲 五行派没有在追求准度 五行派追求的是什么 机会跟危机 我时常跟你们讲 我们算出来了 有机会 也有危机 那可能我算出了五个机会 我算出了五个危机 这五个机会 不见得全部都会成真 可能 只有一个 这五个危机 也不见得全部会成真 也就是1 5 假如照这样子来讲的话 哇 老师 这准度也未免太烂了吧 两层 对 没有错 两层的准度而已 各位 我就跟你讲 两层的准度 就是这么不准 但是为什么要注意这个 当机会来了 你努力的去拼 五次的机会 让你中到一次 翻了好几番 其他 没有出现问题的 因为那是你的机会 顶多他就是不成功 也不会很差 就没有 没有 就很像 对不对 五个女孩子出来了 我就去追求 追追追 顶多就追不到而已 不会怎样 只要让我成功一个 我就有女朋友了 不要解 这种意思 危机 有五个 每一次的危机出来 请你 小心谨慎 为什么 五次的危机 不见得都会爆发 但是 只要让你爆发一次 对 你前面所累积的东西 全部不见 甚至便负债 所以在五行派重视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会知道 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不要当神算 你算他身上有几根毛干嘛 你算他有几个兄弟姐妹有干嘛 那些都跟他的运无关 算那个 顶多的 算的准 人家跟你拍拍手 准 但是 他还是要知道 我明年会怎样 我后年会怎样 我下个月会怎么样 这个才是重点嘛 你不要跟他讲 前面你算的很准 跟他讲说 10年后亿万富翁 结果 隔年蹦的一下便富在雷雷 那有用吗 所以在五行派 他就是不追求神算 你不要 像一堆在学八字的人 这里面有很多 都是有学过八字 可是当初他们在学八字的时候 都一定有一个想法 有什么想法 各位猜看看 初学八字 你们有什么想法 你们认为 初学八字的 你们会有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 跟你们讲 什么都要算得出来 什么都想算 八字不是代表人的命吗 所有的一切 都要从八字里面算出来 了不了解 什么都要算得出来 但是各位 陈建民你好 但是各位 人家来找我的时候 人家也说 老师你好准 老师你很准 人家也是这样子讲 很准 可是 各位 我有追求准度吗 我没有追求准度 我连 他有几个兄弟姐妹 不知道身价多高 不知道 这些东西我都不会 但是我就知道 你出什么问题 什么时间点出什么问题 各位 你认为哪一个比较重要 我什么时间点出什么问题 对不对 这个才比较重要 为什么 我就算我身价破亿的好了 八字一看我的身价破亿 来 只要还没 还没过亿之前 来一次危机 看一下 是怎么样 所以 我往往遇到的是什么 老师 想当初 我怎么样 怎么样 我身价多高又多好 现在 你比我还不如 那这是什么 你不是 之前找过很多命理师 都算准了 你身价很高吗 结果为什么你现在弱的 比乞丐还不如 各位 重点就来了 你们听不懂这个重点 了不了解 很多人 他就是要什么都想算得出来 而会有这一种的 绝大多数 还没有成功 了不了解 他还没有成功过 一直在那幻想 以后会成功 希望他的八字带给他 数亿的财产 这就是 还没成功的人 的想法 像 一堆人 他经历过很多人事物的时候 他 知道社会的这种情况 他就不会这样想了 你们在座的很多就不会这样想 会想的是什么 我过得去就好了 我明年什么时候我该注意 你已经不会再想说 我的八字会让我怎么样 你只会想说 我能过得去 什么时候 我工作上可能会出点问题 我要注意 什么时候我可以换工作 想要让我自己更往上一点 你们所想的就会变成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社会现实在打脸你 刚刚我们所讲通常都是什么 刚出社会的 没多久的 这一些大学生 他们的想法 了不了解 你初学八字的时候 就跟这一些大学生 刚毕业的时候 没两样 等到你真的学了 摸索了 你就会慢慢的回归到 像我们这一种的状况 什么 神算你也不在意 各位 什么神算 哪有什么好在意的 重点在哪里 很多人都会笑 你那个批运的 你那个算什么 我们什么都批得出来 为什么都找我批 不找你批 你不是很厉害 对不对 通常会这样讲的 我可以跟你讲 第一个 人生历练不够 第二个 对 八字 认识不深 才会讲这种 外行人讲的话 了不了解 所以 我说过 八字准不准 不准 五次机会才成真一次 他妈 五次危机才成真一次 八字准度才两成 那还有什么好 好去在意的 各位 让你成功一次 就不一样 让你失败一次 也不一样 重点就在这里 你最起码要知道 你什么时候是有危机的 不要把他死的不知不觉 很多我的客人来 我都跟他讲一句话 他们有些人就想哭了 很多客人来很会赚钱 收入几千万又几千万的 我都说我没有像你那么会赚钱 但是 我不会搞的跟你一样 被钱追的跑 各位 被钱追的跑 在这里面 你们都有没有遇过 被钱追的跑 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 客人里面有这样 有身价几十亿 贵了三千万的现金 快被滴死了 三千万的现金 跟几十亿的资产 差距这么大 怎么可能 就是这样子 各位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不信 不要以为资产 身价那么高 怎么可能被一点点钱逼死 就是有可能 所以各位 五行派准吗 我可以老实跟各位讲 他不会准 有什么好准的 他不准 他的重点在哪里 让你趋吉避凶 知道你的机会在哪里 知道你的危机在哪里 让你不要在危机中去乱作一通 让你知道什么时间点是你应该冲 这个就是五行派他的最大的意义 准不准 不准 没有传统学那么准 传统学非常准 几段婚姻生几个孩子 身价多高 对不对 几个兄弟姐妹 传统学厉害的很 五行派算不出来 各位 了不了解 五行派不准 传统学派很准 了不了解 传统学派超准 但是五行派就可以让你 不会一脚踩空 这才是他的重点 了不了解 这才是他的重点 所以各位 八字准度为何 自己内心有评价 了不了解